中共对台统战不断加大力度 通过党政军系统吸引台湾人 打造统战样板早已不是新闻 随着中共渗透手法越来越多元 统战组织也更多样化 陆委会最新公告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孔子学院 以及所属机构、事业单位、团体、办事处、分支机构 都列为中共党政军相关组织 并指出中共组织结构及名称经常变动 为避免中共刻意回避我方规范 推动禁止公告、附件修正 依照我们两岸条例33条的规定 我们国人是不可以担任党政军的职务 或者是他的成员 所以如果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话 这是法令规定是不符的 如果有涉及违法情势将依法处理 本会也要呼吁国人 不应该配合中共对台进行统战宣传 或附和中共对台的政治立场 早在2020年就曾爆出 中共要求附露的台湾企业设立中共党支部 其中台湾员工是否担任中共党员身份 就引起社会讨论 台湾政府也曾针对台湾人违法担任 中共党政军职有过大规模裁罚 任职于中共的党政军的相关的一个机构 目前事实上裁罚的已经开罚的有37人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有这个86个人 正在这个了解查处之中 对于陆委会时隔20年修正禁止公告附件 海基会副秘书长蔡孟军表示 将依照陆委会市民的认知范围 向可能牵涉其中的民众进行说明与提醒 以免民众因不理解规定而出发 新唐人违法电视 在一口黄晏林 台湾台北报导